今天这个影片要来跟大家分享我2023年的圣诞节都在干嘛 影片是平安夜吃完晚餐之后剪的 因为圣诞节当天大部分人都是在家里 所以我们应该没什么好记录的 礼拜三的晚上收到小伙伴给我的惊喜是一棵圣诞树 我已经靠腰很久说要这个圣诞树了 这是小伙伴给我的惊喜 是有雪花的版本 天哪这个雪花完蛋了 这个圣诞树其实非常好组装 只有四个接点要接起来 哈啰 哈啰 超级高的圣诞树它比我还高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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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超级喜欢这个圣诞树的啦 可是它有一个小缺点 只要輕輕碰一下就會掉一堆雪花 這個聖誕樹超高 我超喜歡超喜歡 裝上了燈之後 我就把聖誕樹移到大片的窗戶這裡 移到這裡 這樣就可以大肆的炫耀 大家早安 今天是12月24號 平安夜 今天晚上要來吃聖誕大餐 我幫小伙伴準備的是 鹹牛肉 一個禮拜以前 我就先把鹹牛肉醃好了 這是我第一次做鹹牛肉 不知道成果會怎樣 網路上的食譜都放了很多香料 可是小伙伴不是很喜歡香料 所以我只有放一點點 那基本上我就是把鹽水連同香料一起煮到滾 放涼之後再把牛肉放進去醃 鹹一個禮拜 鹹了吃甜之後的牛肉 我覺得顏色變得跟我想像中的不太一樣 我一開始還有點怕怕的 不過聞起來沒什麼怪味 我就繼續操作了 然後現在要來把它外面多餘的鹽分 稍微洗掉 稍微洗掉鹽分之後 把水加到蓋過牛肉 跟洋蔥和紅蘿蔔一起煮 再來就是把湯煮滾 然後讓它慢燉 四到五個小時 都是看食譜說的 然後我的部分呢 我今年想做一個蘑菇威靈燉 我本來想自己做派皮了 結果完全失敗 我覺得已經完全失敗了 在我後來去超市的時候 超市有賣蔬食的派皮 等待鹹牛肉煮好的空檔 我就想說來剃個鬍子好了 然後拉到好多長度沒有剃完的地方 痛死了 大家覺得這樣比較好看 還是有鬍子比較好看呢 我也是剃完都是覺得 臉太白了吧 我不喜歡臉那麼白 我本來有想說 等一下要去剪頭髮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 剃完鬍子之後 突然覺得頭髮好像不用剪了 最後鹹牛肉我煮了四個小時 我覺得這樣應該差不多了 好像還有一點過熟 穿進去還蠻輕鬆的 我的蘑菇威靈燉其實超級簡單的 就是把洋蔥 松脂 栗子 蘑菇 蔓越莓乾 依序下去炒香 然後加入黑胡椒白胡椒 一點點醬油還有鹽巴做調味而已 加入水之後最後再加入麵包糠 那麵包糠的部分我就是拿放了兩天的麵包 直接下去打的 放兩次後就用派皮包起來 摸到這個派皮的質感 我大概知道為什麼早上我的派皮會失敗了 進烤箱前我在表面上抹上一些豆漿鮮奶油 割一些假白的雕花 兩百度烤了二十分鐘 成品我還蠻滿意的 不過還是有進步空間啦 其他的配料也都準備了差不多之後 就來切了鹹牛肉 我其實有用一塊比較瘦的 跟一塊比較肥的 因為瘦的肉其實比較便宜 所以我想說如果瘦的肉也好吃 那我就買瘦的就好了 我們要來吃飯了 吃我們的聖誕大餐 吃飯 我吃的是蘑菇威靈燉 看起來應該是蠻好吃的 配烤馬鈴薯 然後加上一些很聖誕節的蔬菜有 無精甘藍 包子甘藍 還有歐洲防風草 好 因為這些東西啊 小夥伴都不吃 所以我幫他做了一個 花椰菜起司 然後這個花椰菜起司 是有真正的起司 不是植物性起司這樣 還有 鹹牛肉 鹹牛肉是我第一 應該第一次做吧 對 不知道會不會好吃 好這就是我們的聖誕節大餐 然後我們要看最近好像很厲害的一部 叫做salt burn 你可以一直晃 邊看這部電影 然後一起享用我們的聖誕節大餐 我們來看看小夥伴對鹹牛肉的評價 這很好吃 你知道我做的這個是什麼嗎 是什麼 就是那個 那個brickland那個 可以供那個鹹牛肉 喔真的喔 可以喔 有像嗎 沒有 不像可是 我覺得好像比較好吃 真的假的 嗯 最後小夥伴說 還是這個油油的部位比較好吃 所以 一分切一分貨 瘦牛肉還是不行 放好點點是聖誕布丁 然後我已經沒有白蘭蒂了 然後我剛剛想用 蘭姆酒跟 琴酒 結果都點不起來火 所以 就直接吃好了 你的甜點是 冰淇淋加紐提拉 我們看完電影啦 滿分十分我會給八點五 滿分十分我會給七分吧 那你會花錢去電影院看嗎 不會 晚餐給幾分 晚分十分我會給九分 今天晚餐我給我自己七分 就我自己吃的啦 覺得還有進步空間 祝大家聖誕節快樂 聖誕節快樂 拜拜 拜拜